机场群聚案确诊人数增加 面对这一波疫情 桃园机场公司总经理淡昭碧 在今天清晨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向员工喊话 信中指出呢 看到清洁大哥大姐 延夜贸宇前往集中检疫所 她有太多的痛心跟不舍 也强调自己在机场十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严峻的情况 而为了强化防堵疫情 市长郑文灿也呼吁 包括了机场防疫旅馆等等前线人员 第三季疫苗覆盖率必须要达到百分之百 而这个间隔时间也不该限定在五个月 应该尽速施打 一个晚上又多了三位清洁人员确诊 相关人连夜搭上防疫巴士 前往集中检疫所 桃园机场群聚感染在扩大 淘机公司老总蛋招臂 清晨发出六百多字公开信 她说过去三十个小时以来 机场被疫情连续攻击 看到清洁大哥大姐 漏夜贸宇前往集检所 有太多的痛心与不舍 这些清洁人员大多叫年长 为了大环境 暂时牺牲个人时间和空间 所有的承担都是为了我们 也强调自己在机场十多年 从来没见过如此严峻的情况 淘机迎来这波危机 市长郑文灿呼吁 前线人员第三季疫苗覆盖率 要达百分百 机场人员 机组员 防疫车队 以及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 都应该要立刻进行第三季的接种 间隔的时间也不限定在五个月 中研院研究员何美翔也提到 国外研究各种疫苗施打两剂 对抗Omicron变异株三个月后 保护效果只有约百分之三十 五个月后就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十 但施打第三剂就能快速提升保护力到六成以上 如果要让第一线防疫人员疫苗保护效果 无缝接轨 最好间隔三个月后就开始施打第三剂 草原市这边爆开来的话 就要改变我们的疫苗策略 从五个月说为三个月 针对外界各种喊话 指挥中心将与专家开会讨论 预计这两天会有结果 要找出对策守住防线 记者 纵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